我们分手啦 没错 我就是那只单身狗 看着街里我人一对对 手多手 但你拍拖 才是最大的罪咒 为什么 至少洗多几个 女朋友 等会几点又发烧 男朋友 我敢买花的舞蹈 最幸好 单身狗 不用送花到最后 逸足我把相交 情人前不要拍拖 会帮你省回很多 只不过自己一个 应该要兴奏 情人前不用拍拖 会帮你省回很多 谁不怕自己一个 没错 单身狗 是我 拖鸟 扣女 情人前后才好开始 不想为了买礼物 心思思 分手 又在平安夜之前 敢买 会不会太过战 如果他 符合依随条件 就得分 一个日子要睡前 生日 圣诞 圣诞后 情人前之间 礼物 怎么可以省回 情人前不要拍拖 会帮你省回很多 只不过自己一个 应该要兴奏 情人前不用拍拖 会帮你省回很多 谁不怕自己一个 没错 单身狗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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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前想要拍拖 只不过西多很多 更好过自己一个 怎么去幸福 情人前你们拍拖 会搞到西多很多 我 我不怕自己一个 没错 单身狗 是我 单身狗 是 我 那鬼狂 肯定没拖曼啦 有没有女儿今晚有空开房呢 喂 BB呀 对不起 我知错了 不如我们一起回吧 我不想做单身狗 那 那 你给多一分钟时间 我考虑吧 因为 这个位置是用来下广告的 但是 暂时又没有广告商找我 那我又花了钱 用来拍这个MV 一分钟之后 情人节礼物 就过了就不是了 你想帮我 解决没钱这个问题 再给多几次这个MV 你记得Like 那YouTube会觉得这条片好看 演算法就会不断推上 还有分享给你的姐妹 还有叫别人记得订阅 如果不订阅的话 就很麻烦了 最好叫他们 追踪我的IG 我想那些IG多些追踪 我可以拍那些 就是拿着产品 放在旁边 多谢哪个今天贊助我 那些 我愿意 放在那裡